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 于7月1号80隆重举行 在会场中 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志愿者 活跃在会场各处严导服务观众 这群志愿者们早在凌晨3点就陆续来到现场 4点到达各自岗位 我是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研究生 我叫王一舟 我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一名志愿者 然后现在是硕士研究生 我叫谢一涵 来自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这次是作为志愿者来到我们现场 主要工作就是引导观众 然后我是第二次来到这里了 但是两次的身份不一样 我第一次是作为游行群众过来 也就是19年的10月份 但这次作为志愿者 我不仅要严格要求自己 更多的是为他人提供服务 做好我们整个大会的一颗螺丝钉 谈及英和选择做一名志愿者 他们纷纷表示 可以现场参与庆祝大会 见证共产党百岁生日 这次机会宝贵且光荣 因为我自己是一名党员 然后学校发出这个通知以后 我就非常积极的报名了 然后经过了筛选以后 也是很幸运能够有这次机会 能参与到见证这个100年大会的过程中来 因为在这样一个中工厂的一个百年纪念 然后可以和自己的学业也好 生活也好 学习也好 有一个交集 能够参与其中感到非常荣幸 首先是这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来见证我们党的百岁生日 我想作为一个预备党员 这不仅是一次光荣的任务 也是一次非常难得的机会 对于我本人而言 然后上次是来过一次 也是感到虽然是很累很辛苦 但是那种在长安街走过时 那种激动的心情 我是永生难忘的 所以第二次有机会 我一定还是会 下次如果还有机会 我还是会毫不犹豫的过来的 志愿者王一周和苗鱼超 同时也是共产党党员 王一周表示 作为一名党员 要时刻记住为民服务 作为一个党员身份 首先是要坚定自己的信念 再就是时时刻刻要记住 有一颗为民服务的心 不管是在平常的生活里 是为百姓服务 还是在我们学校生活中 为身边的同学服务 或者是帮助老师 为老师服务 就是要时时刻刻的 记住服务的一颗心 我是今年6月份 刚刚加入的中国共产党 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 我觉得意义非凡 我觉得可能在当今 这个中国这么快速发展 快速崛起的这样的一个时代 能够成为一份子 能够成为一名建设者 感到非常荣幸 要求您的歌声 有甚至是一名建设者 有时代餐 是一名建设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